Rip Kill 现在我们的图片照片已经在我把它发打了 嗨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迪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了,遇到开篇所提到的那些很多的问题 怎么去解决 其实这个事情早在2018年的时候了 我就遇到过了 当时因为自己特别热爱摄影和拍照 以及储存了很多的影片 想去找解决办法 一直没有找到 直到我发现了NAS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就是什么是NAS和黑群灰 第二呢 如何拥有黑群灰组建自己的豪华影音库 以及自动备份家庭所有成员的手机照片 以及影像 第三了 分享一些电影资源网站和人人影视自动追剧的设定 好了我们开干 那什么是NAS呢 NAS全名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网络附属存储 按字面简单的说 就是连接在网络上具备资料存储功能的装置 因此也称为网络存储器 市面上常见的品牌有群灰 威廉通 巴法洛 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于教育科研 网络服务 办公自动化 金融保险 那4000万元东西怎么就能288元搞定了 黑群灰指的是在普通电脑上装群灰NAS的系统 那就是我手里这款 蜗牛星际矿难的机器 那现在目前网络售价应该在300左右 我这款机器了是我父母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 我选购的一款作为我父母这边使用家庭营娱乐的一款设备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里面这款机器 可以看到它前面是4盘位 前面是4盘位 可以热插拔的 前面是4盘位 可以热插拔的硬盘 然后这边是个开关键 这边是个重启键 然后前置有两个USB接口 后面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散热风扇 供电的装置 以及一个音频接口 一个USB2.0 一个USB3.0的接口 还有两个已经改好的 我选过的这款是网络B款的 已经改好双千兆网口的一款NAS 它的配置 英特尔智强D15274核的CPU 4个G内存16G的硬盘 双千兆网卡 有个VG接口HDMI接口 以及两个USB接口 4TV的红盘 那这款硬盘呢 也是非常热烧的一款产品 就专门用于NAS上使用的 我们把电源线还有网线接好 开机 首先我们安装群晖助手 双击群晖助手打开 然后网络会自动分配群晖一个IP 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连接 现在填上我们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登录之后了 点击控制面板 点击共享文件夹 新增一个我们作为看电影的共享文件夹 取名Vidio 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设定一下它的权限 套价中心 选择Vidio Station进行安装 安装完双击打开 点击右上角设定 把刚才我们添加的电影的目录添加到这个文件夹里 再启用信息 再启用视频信息搜索里面 可以选择中文 也可以选择英文 我选择中文 点确定 我们点击电视节目 选择Vidio下面的联系剧 特别强调一下 电影和电视剧一定要分别存在两个不同的目录里 因为它的搜刮器会给你进行分类 它在搜索中 我们点确定 我们刷新几次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电影录取组在添加过程中 那在设置里面了 我们要把启用在设置选项里面 我们要把启用自动字幕下载勾选上 在高级里面 我们打自动搜索字幕 这个网站自己注册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在语言里面选择中文和英语都选上 然后点击确定 我们看到有的影片的话 它是没有更新它的封面海报的 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点击编辑视频信息 海报 我们打开百度 搜索一下你好之华这部电影的海报 点击右键复制图片的地址 我们回到原来的Videostation操作界面 输入网址 直接把这个图片地址添加 点确定 这样你影片的海报就都有了 然后你杂乱无章的电影了 也将变得非常有秩序 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电视 都可以同时播放同一部电影 下面能开始享受吧 在套架中心搜索MOMENTS 我们选择安装MOMENTS套架 点击打开 第一次打开会提示你启动之前了没有权限 我们进入后台的控制面板 用户账号 在高级设置里面拉到最下面 启用加目录服务 然后点击应用 这样再刷新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库了 下面我们手机端进行操作 安装群晖MOMENTS 手机端的软件 点击打开 填好我们设定好的账号密码 如果你想家庭里面多用户都使用MOMENTS 备份自己的照片了 请选择新增 添加新的用户名 设定好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设置一下权限 点击下一步 一直下一步 OK 这样我们打开另一部手机 也选择安装MOMENTS 这样的话 你家庭里面无论多少的成员 都可以同时登录 打开套家中心 搜索Download Station 我们选择安装Download Station 安装完毕后打开 设定好存储的目录 因为我一般下电影 所以说我就会存到电影的目录下 选择你选择 如果你不想打开 不想每次都登录这个客户端进行打开的话 你可以选择谷歌浏览器里面的Download Station的插件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设定好我们的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添上用户名和密码 测试一下链接 点保存 这样的话每次下载电影的话 就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 右上角 就直接可以进行下载 可以同步 刚才的电影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样的话都可以同步进行下载了 打开套教中心 搜索Docker 我们点击下载安装 打开 在注册标里面搜 OLDIY 找到人人影视客户端64位Docker版 我们选择安装 在设置里面存储好选择的路径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端口3001 然后提交 这样你输上你的域名再输3001端口就可以打开我们的 人人影视的客户端 默认密码是123456 然后选择好下载的任务 点确定 登上一下我的这个收藏 把你的人人账号登录之后 只要有影片更新 他就会自动帮你进行下载 那节目的最后了 什么 我来了 对对 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